我们的手型 像这个样子 手指垂直于我们的主管 然后这个用我们手指上最宽的地方 这些肉比较多的地方我们叫指度 用这个指度来按孔 然后还要注意观察我们的葫芦的主管上 阴孔的距离不是一样宽的 然后所以我们的手指要注意 把它放在 这个自然一点的很轻松的这样放上来 注意就是要放松轻轻的拿 然后它的距离不是一样宽 所以手指打开的距离也不一样 特别注意初学者最容易跑阴的一个手指 就是上面这只手的中指 然后出现的问题就是 我们不管是左手在上面 或者是右手在上面都可以 不影响我们的眼周 就是根据你们自己的习惯 哪只手在上面都可以 手指垂直于主管 用指度按孔 然后的话轻轻的拿葫芦的 注意这些孔的距离 我们现在看能不能拿成这个样子